轎车猛撞休旅车车尾 休旅车被撞到疯狂回旋 猛翻180度 直接车尾向前倒退路 骑上人行道 猛烈撞击 吓坏目击驾驶 但撞车的轎车呢 驾驶被吓到鱼迹有存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肇事的银色轎车 竟然就这样逃之妖妖不见了 事发在12号早上 桃圆观音这辆银色轎车 为力让执行车强行左转 还肇事逃逸 后续警方将以车追人 惊吓一幕也发生在这里 桃圆内立一台机车 骑在巷子里准备右转 转过去一看来不及了 机车直接转了上来 骑士惨遭击落 但仔细看 转弯处骑士射有反光镜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意外 双方车速太快 没在看有网友笑称 果然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撞车意外还有这里 绿灯起步 白色收旅车 没打方向灯 后方骑士根本不知道 他要右转 直接撞上汽车 机车倒地 骑士伸手巧妙迅速弹起 后座乘客没那么幸运 惨摔在地 生死一瞬间也发生在花莲 一名男子晚上带着狗狗散步 却越走越中间 直接走在机车道上 结果一辆机车 急驶而来 直接猛力撞上男子 狗狗受到惊吓 顾不上主人慌忙而逃 9号晚间10点多 55岁的理性男子 喝完酒后 独自出门遛狗 雕塑撞上新人直接被撞喷 骑士也倒地滑行 全身擦挫伤 被撞的理性男子 则因脑部重创 目前住进加护病房 持续抢救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